在网上认识朋友居然认识了前世妻子 你相信吗 一名已婚的53岁华裔电线技工 去年在脸书上认识一名45岁已婚女子 但有一天对方丈夫静说 他们两人是前世的夫妻 她老公就查家居家事 查到说她老婆帮我前世是夫妻 她说是你们前世两个前世 将做来的咒语 你们两个孤独很紧了 是不能解释的 不可以结为兄妹 只有可以结为夫妻 如果你们两个不结为夫妻 你们就有事发生 施主曹先生相信了前世妻子的说法 不但跟对方拜天神续前缘 之后甚至履行夫妻刑房义务 而他们有夫妻之时后 对方开始朝她的金钱下手 我们在黑社会 做过什么党啊 做回多古老婆 都是打架子 刚刚他很远了 不想再在黑社会打棍 不想出党 他说特上会人作是不能出党的 我说如果能出党就最好 说你又开老公又开子女 你经常走出去开会 又说谈查台东西 我都是很担心你 接着他说我会帮大哥开会 我谈了很多次 他说他大哥肯答应 如果能给到17千 他都可以退出你的袋 我听到他这么说 可以拿钱来解决得到的 就不是问题了 我帮他连续 他说一个星期之前 你会给到住宅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又不可以退出党 我帮公司 直接借17千 明天就把户口给他 叫他交给党 退出党 退出党 他还是很烦 接着他还有一个肯定的大哥 有个SMS 说说去帮香港大哥联络 其实是27千 不是17千 我就再帮我的朋友 再借多10千给他 我觉得总共是20千 除了退出私会党 曹先生在短短的一年里 先后花了11万2千令吉 在这名前世妻子身上 包括缴父 房子头妻 心脏病 医疗费和手术费 以及偿还大耳聋 曹先生还说 前世妻子更威胁 会对他的原任妻子不利 我叫你老婆小心点 我要去找你找你 看你老婆有些什么事 你说我对付我全家 市主因为担心 对方真会对原任妻子不利 因此在今年3月 跟妻子离婚 但依然不断遭到 前世妻子的恐吓 甚至企图自残来威胁他 于是他最终决定跟他分手 目前曹先生已向警方报警 同时向马华公共服务 及投诉部主任张天赐求助 希望不要再受到对方骚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